现在就下载酒吧新闻台 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好 欢迎来到全球派对 我是谭家龙 我是杨永明 杨永明回来了 是 上个礼拜他不见了 他当然在上上礼拜我不见了 我跟随你讲 对了就暑假期间的带家人出去吃吃喝喝玩玩走走 而且我们去了去了相同的地方 真的是呢 对啊就到花莲啊台台东啊尤其到花的那个地方 我每次去的时候比如说到到泰鲁阁天翔的那一带那个那个地方我大概可以像像是走着走走自己家里面一样就非常非常熟 为什么是自己家没有因为常常常去了 我常常去 常常就我几乎每年都去而且我每次只要到花东我一定要要留一天的时间在那里 那你只要是整个中恒泰鲁阁 真的就是世界级的 世界级的那边 我就有一些的步道我过去在节目上也分享 我在那边 几年前我常常遇到遇到大陆的自由行的朋友 是 对然后 我发现他们对台湾熟门熟 熟路的 而且而且经常都都是一家人 然后自己搭着交通工具来 好棒 来到做就在那边 他们说这个地方就是 环境又很很很整理很好吗 对 很棒 很棒 酒区洞那边 真的做对 就是说就是就是 很很很干净 然后 你可以在那边的待一整天时间 真的就是说 完全想享受就是说鬼斧神功的大自然的美美景 对好 回来了之后呢 我们又得要面对呢 俗世世界当中的纷纷扰扰 尤其是当 当杨永明不在的这一个礼拜的时间呢 就川普就特别狠 还真的发生很多事 对就好 那今天呢 我们我们就最最近的因为过去两天里面 川普一如我们之前预料的他一定会对抖音对在美国来叫TikTok 对对对TikTok的就下手 对这出手的非常非常重 而且他很明显的违反了就说美国的立国精神 更严重的违反了美国共和党的川普作为一个共和党的推出来的总统 共和党长时间对于所谓的自由经济自由贸易这件事情 对于对自由主义的信仰政府尽可能的不去干预到私人企业的运作跟决定 尤其当今天他对对对TikTok下手的时候是一个标准的政治报复 因为TikTok的在美国 没有任何的受害者 所以我们现在提到 对OK我们我们可以先从TikTok开始 因为TikTok这件事情是最最近这两天 不只是中美政治 不尤其在美国的你看到你光看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现在做做现场节目 今天早上你看美国的股市收收盘 你看到微软大涨 对OK 微软当然就只要跟他现在正式的正式跟要要谈的并购呢 TikTok的在美国的部分的branch的就说呢主的主方 可是 TikTok的站在美国 TikTok并没有违反任何美国的美国的法令 他的使用者呢就说呢注册现在有一亿多 那是全球了 对他的全球 美国呢美国美国也有 超过四千万 美国美国也有好几千万 好那你看这么多的这么多的用户 那大家喜欢用 所以年轻人非常的反弹 最后过去你如果你对外国企业下手 我多半有一个背景就说 在美国有一些企业受害了 你伤害了美国的本土企业 你不公平的竞争 可是抖音只是一个影音平台的App 没有没有任何的受害者啊 他的技术难度也不高 老实讲今天美国的这些呢大平台的业者 每个你要你要做都可以做 但是结果却挑抖音下手 为什么 抖音在中国大陆叫抖音 在这个海外呢 叫做TikTok 这个名材取得真好 很好很好啊 就是那个声音 其实他浮现在就是国际的这些这个社交软体层面 也才过去这几年 是大概就三年的时候 就是这三年到四年的这个期间 其实抖音在中国大陆也不过去 这个大概是七八年的时间 应该来说 在这个 他的创始者 叫张一鸣 那另外一个 就跟TikTok抖音 一样有名的在中国大陆就是金玉头条 那也是他创意 是我们的我们现在的全球派对呢就会摆上金玉头条 对 那这个金玉头条到这个抖音 他的过程当中他现在今年才37岁 但是当他把抖音 在2016 其实2016 大概才四五年期间 你看看 那要走向国际的时候呢 他就知道 在你尤其是面对美国市场的时候 你在跟中国大陆的这个操作 你会面临到就是这个国际的政治 地缘 的这种考验 和压力 所以他一开始的这个做法跟操作 我觉得很 就不太一样 很多的这些就是 国际的这些企业 当走就科技的或者是这些APP的 走向国际的时候 其实 比较忽略 这个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 的这个层面的因素 但他很重视 他把名字叫TikTok 不叫抖音 是的 OK 然后呢 总公司设在美国 资料 放在哪里 Virginia 美国的 Virginia 就让你放心了 对 以及 这个另外一个backup 备份呢 在新加坡 然后呢 他这个 当然 就是聘用了很多 美国当地的 像是迪士奈 现在乐园过去的 一些这个就是 呃这个营运团队的高层 来去经营 TikTok 在全球 那也正如这个TikTok的这个所带来的这个冲击 很快的一下子 他已经变成就是说这个现在全球 尤其是年轻人 的最爱的 就是说 App 那我们估计说有一亿人 去 这个 登录 但事实上很多人用TikTok 跟蕭隆一样 其实 不一定去登录 是 也就是说 其实就是在看 就是看 那个看看能多了 对 太多 那如果你把这些部分的加进去的话 其实他的整个就是说面对的 这个 所有这些使用者 的量 非常多 那如果各位用过这个TikTok的话就 了解 他没有任何的政治的东西 他其实就是一个短视频 是 就是一个短视频 15秒或者是再多一点 这个时间 然后有非常多在美国现在很多的这些这个版主 那时常有有一个年纪很大的这个叫做有个奶奶 大家现在开始就是说共同的 写信 给川普总统 希望他不要去进 TikTok在美国 那TikTok 这一阵子这几天呢 过去这个礼拜 其实在美国的这个氛围啊 突然一下从本来很有趣的 这种短视频的分享 变得比较大家很沉闷 很抑郁 也就是在担心说 是不是 整个这个TikTok被美国禁掉 因为 当川普在上个礼拜 呃就是说 放出信息的时候 其实他就说 要不然就是被 我们美国公司买走 要不然我就把你禁掉 但是后来他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说 他要把他禁掉 可是同时的过程当中啊 美国的那个国务卿 蓬佩奥 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 O'Brien 他们其实是支持 把这个TikTok 让美国的公司 那就是Microsoft 他已经这个跳出来 跟这个TikTok 的这个就是大陆的总部 叫做这个字节 然后呢 字节跳动 对 就开始在谈 那基本上已经结束谈判的这个尾声的时候呢 突然川普就说不行 我要禁 为什么因为 因为 我们上礼拜讲过 我们上上礼拜讲过 有一个人 叫做Peter Navaro 他的这个经济政策顾问 过去的白宫贸易顾问 那他其实是强调 不管你就算卖给这个美国 但是呢 这个这个中国大陆的母公司抖音了 可以绕过法律 最后还是可以掌握到 就是这些资讯 比如说他 这个登陆的这些资讯 或者在上面所呈现的这些内容 可以给中国共产党 可以给中国政府 可以给中国军队 因为你我们上过统一吗 这个TikTok 其实 大概都是在20岁左右的年轻人 主要的使用 两个因素 第一个 这些年轻人 其实在上面谈的都是 这个 有趣的东西 对不对 做这个分享 第2个 你真的不知道现在的Z世代 Z世代就是 这个2000年之后出生 他们其实是真正的 物联网世代 网络世代 从小到大 在开始使用手机 跟这个 就是说社群网络 他们的过去的一生 一辈子的 一切 其实都在网络上 都记录在网络上 都记录在网络上 网络网络 记录了Z世代的 每一个 个人的成长的所有的轨迹 对 不是只有TikTok 是在很多的这个层面 那因此 你说这个东西影响 国家安全 我们先来探讨第1个这个问题 制造他这个表面上里有他说影响国家安全 美国的司法部 以及美国的这个商务部 其实是有一个联合的这个机构 然后呢 已经调查 TikTok其实是超过一年的时间 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揭露任何的证据 或任何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报告 指控TikTok 有影响到美国的 国家安全 那TikTok面对美国一个最大的叫做外资投资委员会 那这外资投资委员会就不断的要求TikTok说 你要提供这个怎么样的透明度呢 透过 怎么样的资讯 以及你跟中国大陆 你跟中国政府的关系 等等之类 完全符合他的要求过去这一年来 也就是说 过去这一年来 其实从司法部到外资投资委员会 都整个川普政府 其实对TikTok的 这个调查 事实上是巨细民意 而且是能做的可做的 都做的 也没有能够去证明说TikTok 是有任何的 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所以换句话说 到目前为止对TikTok影响国家安全指控 不是基于他已经做或者是说有任何的证据 没有证据 他也没有做 而是对于这个TikTok 他未来 的发展 未来 可能会影响 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 用这种 这种方式 那这种方式有两个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TikTok 未来的发展 会是一个怎么样的 这个情况 他影响到的 是真的只有美国国家安全吗 还是 以及TikTok 在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 是真的会 造成就是说这个被中国大陆 所掌控吗 我们现在第二个问题 当然是不会 为什么 我问过 我有好朋友 在这个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 非常知名 的这个公司的高层 我就直接问他 你觉得TikTok的运作 会影响到美国国家安全吗 他的回答是 不会的 川普出手 还需要理由吗 是的 以上 他这样回答 那我觉得TikTok 最大的影响 为什么 川普 也就不是国家安全因素 怕TikTok 美国政府 怕TikTok 非常怕 因为 这就是 代表 一方面是中国真的是 有意义的 全面性的 全球的 这种主导性的 这种就是社交APP 这个是第1次 他其实看到了这个 后续的这个冲击 可能会非常大 因为如果不进的话 来自于中国大陆 在于这个APP 在网络的这种原创 新创 你看到源源不绝 我们甚至会 各位知道另外一个网站叫 比利比利 B站 我还真的 对那个网站 还是蛮佩服的 因为这是一个完全不同 世代跟完全不同 生活圈 但是呢事实上在日本在 这个很国际上也已经很popular 虽然不像是TikTok影响的这么深刻 但是他看到 来自于中国的科技的原创 对未来下一个全球 的这种科技 跟网络 的引领 跟主导 来势汹汹 他要在你第一步就给你斩断 挡住 这是美中之间一个大的问题 另外 这个TikTok 其实还记得上个礼拜有四个 就是这个美国科技公司的巨头 大老是巨头 对不对 F4啦 F4 对 在国会听证 组会听证 中间都还有 甚至报 其实脸书 他就有一点在这个讽刺指控 TikTok OK为什么 因为TikTok就是可能 会取代下一个阶段的YouTube或Instagram 这个真的是很 那这个TikTok现在他们的估计 大概今年可能就会获利10亿美元 明年大概是会获利到50亿美元 所以TikTok自己本身他就会是已经变成一个 你现在也许是只有15秒会这个这个更长一点这个短视频 将来会不会增加更多的就像过去的脸书或者是Google的这个发展的路程一样 这都可以想象美国人做这个生意他们的商业模式 就是如此 当你走向国际的时候一定会这样一个发展 然后广告的量呢 有的影响的也会越来越多 然后呢 当然代表的 看到中国后面一连串 微信也好 这些东西 其实就带来的这个冲击 我觉得其实 真正的国安 不是已经发生 而是他们预期未来的 对为什么就是说 这个Navarro呢 就是这么强烈的反对这个TikTok 他觉得要在第一时间呢 把这个冒出来的这个笋子 给砍掉 然后呢 后面人都长不出来 你没有办法进入到国际 不要这样到华为这个程度的时候呢 他过去花了多少年时间 说服美国那些盟邦 对不对 都还很不容易 要不是因为发生 就是疫情事件 这个英国的首相 那个就是 江森自己也这个 蓝疫 否则的话英国到现在对华为 基本上 还是一个比较开放的这个态度 所以他的第一时间把TikTok压抑下去 给斩断他未来的深入 以及要对 过来中国的所有的这些原创 新创的 走向国际的这些App 都会有一点 这种压抑的警告的这种效应 好我们 我们对于对抖音对TikTok 呃 我们一次呢把这个框架的让大家的稍微知道一下 因为他影响的 不是只有TikTok这家这家企业 他影响的层面的是全面性的 那我可以跟大家讲 就是说现在的现在的全球的大型的企业 都在高度的关注美国到底要从法律面 怎么去处理TikTok 以及在政策面他到底是选举之前的一时激情 还是在选举之后他就会成为延续性的变成是美国的公权力 可以动不动的就针对某一家企业扣上一个一个国家安全的资安风险 帽子 然后呢就开始强迫了这家的企业 必须要的进行进行了某种资产或者管理权上面的转移 这很可怕 这种的这种在20世纪的战后到现在为止 从来没有发生过 比上个世纪70年代我们在谈世界体系依赖理论的第三世界国家 因为他无法摆脱被对殖民母国的经济依赖 所以被迫把某些殖民母国在在殖民地的这些的企业 把它片面国有化更糟糕 因为那个还是一个有合理的 但是呢对TikTok的处理呢就不是 对 好那当然在节目上面来讲 老实讲在两年前的时候 我还记得两年前的时候 我们在节目上就曾经讲过 我说 西方的国家呢对所有的中国企业 如果的有一些的有一些的单 担心绝对不不是什么 就是说那一些的一些的远远远远洋啊等等这些 这些大的这些的 硬体的制造或者是说是 即使华华为这种硬体 我说他们一定的将来的最最忌惮的 一定是会像是TikTok的这种的软体 因为他的文化的渗透性 太强了 他的技术难度 一点都不高 老实讲今天TikTok的做做个短影音的平台 做个App 以今天的今天的Facebook也好 以今天的Apple也好 这有什么难 一点都都不难 可是 短影音过去是被放弃的 就是 绝大部分西方国家都认短影音 那没有那没有什么 就小儿科 他们认为那个呢 并不重要 那TikTok把他经营到今天 他对了人的这种的 就是说素食性的胃口 你可能你可能不记得过去两年 我们我在我们的节目好几次的谈到TikTok的都都是呢 都是国外的社会新闻 因为 你注意到欧洲欧洲国家同时好几个国家在关注到TikTok的这个App的下载率 其高无比 包括法国 我记得法国最后看到的数字呢是你年轻人就是不到20岁的年轻人 他们手机上面下载下载的TikTok 下载率竟然到42% 是 好可怕 北欧的一些的国家 他们到百分之二十几 他们都觉得有竟然有一个App 就说呢年轻人下载率这么高 然后有些国家到四十几 而且呢他点进来了之后呢他停留的时间使用时间超长 然后他们愿意去呢上传影片的意愿超高 所以他有去吧 对嘛然后他们就开始担心说 会不会有有色色情啊暴力啊 毒毒品 因为抖音啊在TikTok在每个国家 他已经是一个商业机制 有已经有很多的年轻人在抖音上面发了财了 就是他的影音呢因为点率很高慢慢的广告商业进来很多人都已经发了发了财了 所以他已经是一套的商业机制 再来我们刚讲到比如说现在 比如说今天的美美国的美国的商业市场的变化就是第1个刚有有提到 Facebook对于抖音啊 对TikTok 一直是非常酸葡萄的心理 因为Facebook最早说他对于呢短视频呢 是 是不屑一顾的 但是 我记得去年我们在节目当中 曾经提到过一条新闻 是 是来自于Facebook的内部新闻是媒体的报道 他说 当Facebook 当了这个 在开会的时候 他看到的一些的报报表 当许多报表比如说 在全全球用户最多的当然还是Facebook 对 下面他看到的成长最快的竟然就抖音 是 他看到所有的视频当中的使用率最高的事是抖音 他看到下载率最高的已经不是Facebook是抖音 他就觉得原来他的对手是是是是抖音是TikTok 所以呢Facebook的开始的盯着TikTok 好那麦麦克苏夫的在干什么 麦克苏夫的老老实讲 麦克苏夫老了 麦克苏夫的使用者 麦克苏夫这一次真的赚到对他的登录的使用者太老 基本上老到大概都像 唐湘龙这个年年轻世代杨文明这世代我们对麦克苏夫是熟悉的 这个时候他就讲我跟他同一个世代 差一岁而已 所以他看不出来 麦克苏夫在美国的报道里面讲到跟TikTok的这一次的这个就是说 并购的谈判的时候麦克苏夫前面都被加了一个字 被夸号起来 Uncru 对的 Uncru 不酷的麦克苏夫对 他因为他太太老他没有办法吸引年轻人他其实有Xbox 对他其实有Xbox有些年轻的客户 可是那个比例都还是低的 可是你知道抖音 抖音绝大部分的用户不到20岁 其实他绝大部分的用户不到15岁 今天麦克苏夫如果拥有抖音之后 你知道对麦克苏夫来简直大进步 所以他们为什么一定要麦克苏夫我家两个东西哈 第一个是在中国大陆这边 第二个是川普 在TikTok事件反映两个很重要的 中国大陆这边这个比较比较深刻一点 张一鸣他是怎么起来的 其实他也不过大概是10年不到10年前把做这个金鱼头条 但是他掌握到一个很重要东西 那就是AI 的算法 去演绎去掌握 演算法 演算法 也就是在手机上 在网络上 其实点击率最高最关注的 他要去做这几个东西 因此他每一天整理就是金鱼头条 是什么什么东西会是头条 这个头条不是 某一个人的主观的判断说今天的头条应该是什么 很多我们过去新闻报纸啊 或者电视啊 都是这个编辑 或者记者告诉 主观 今天的头条是什么 当然他可能来自于他的经验 他的经验告诉他可能今天这个车祸 或今天这个贪污事件 或今天怎么样东西 应该是个头条 但是今天头条 张一鸣他的做法是 他用AI的方式 然后呢去整理去点出来 这样子的做法 他发现到 视频 这也是一个现在年轻人 尤其是年轻人 最喜欢的 所以 这整个做法 也就是后来引出来这个抖音 跟TikTok 那这个做法 其实在中国大陆 并不是很新鲜的事情 也就是说 一个新的科技 AI 大据 大数据 然后呢 物联网 所呈现出来的 整个这个新的世代 新的这个社群 大家的喜欢的 或者是偏好的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看到 有一些引导 或者是广告 会跟随这方面走 所以 这也就是说 整个新世代的科技的发展 在中国大陆 已经是相当成熟 而在短短 几年 还没有进入到5G世代 现在只是4G世代 就已经会出现 像是抖音 TikTok 或者是很多的这些教学网站 你看到他的这个这个发展 Twitter ABC 等等之类的 所以呢 这样子的一个是发展 我觉得在TikTok之前 让美国 尤其让他们的角色阶层 以及让这个F4 你刚讲上Facebook Google 那些 这个高层的事实上是觉得 来势胸中很可怕 第二个东西跟各位分享的是 我觉得川普也在报复 政治报复 报复TikTok 当然是政治报复 我们在在一个多月之前就讲 他一定会在抖音下重手 为什么 因为今年6月的时候 在 那个疫情还是最高峰的时候 川普开了第1次的那个就是他造势大会 对他要他解封了 他因为率先要让要让经济解封 然后他要呢 办这种的Face to face的造势大会 对他选择在 Oklahoma 走的这个Tausa 是 那个时候 当然Tausa 其实很有名 就是那个时候 6月的时候 我们之前讲过 在几十年前的时候 6月 其实 被视为 他们叫6月结果来定位 因为在19世纪末的时候呢 其实 这个整个6月份就是整个 黑人族群的抗拒 是 的就是 那个时候应该是在 16世纪末的时候 整个黑人到Tausa来建立一个新的 这个他们自己的新世界 结果后来还是发生种族冲突 种族问题的圣地了 对 但是他选择6月在Tausa开那个会议的时候呢 结果 他发现到 有100万人报名 是 百万人的在线上的锁票 说他要参加这场造势大 哇高兴死了 他的助理们都还准备 那天的要先对 这个运动场外 对 因为场内场内顶多不到两万人的 是 所以他对外先发表演说 结果那天一开始的时候发觉到 外面一个人都没有 里面只来了 三分之一 六千个人 发现到 原来都是年轻人跟就是反川普的这些自由主义或者支持民主党的人 在TikTok上面在发相互在 就是说这个联系说 我们我们来去 这个登记 那当然很多人就用了不同的攻击 但是主要是用TikTok 来去登陆 说我要参加这个TikTok的六月的川普的造势大会 所以 这个川普就基本上 这个其实TikTok是有点蛮无罪的 他这不是TikTok的去发动的 是使用者 但是川普我觉得他就是在报复 他就报复这个TikTok 对于他 让他这个 就是Tausa的这个造势大会 非常的羞辱性的 这个 显现出他的这种就是说 这种膨胀 以及对他的支持 现在几乎是掉到谷底 对因为那场的造势大会之后呢川普的整个的气势 瞬间的就微缩 就因为 现场只有六千人 那只好都集中到他背后来做 那媒体拍起来的稍微好看一点 所以当他在场内演说说前面几乎是没有没有人的 那CNN的这些拍摄的视角 告诉你这场真是 真是对川普特朗普来讲真是糗大了 当他事后去了解是年轻人在TikTok上面的所发动 然后隔一天呢 年轻人在TikTok上发动了大规模的庆功 大家的 哇兴高兴高采烈的只是他没有办网络放鞭炮 大家庆功 觉得这次呢整到呢整到的川普整到特朗普了 那因此呢让 我相信特朗普在那个时刻他才知道有一个叫TikTok的东西 以特朗普来讲他大概不知道TikTok 但他知道了之后 你可知道这件事情带给他这么巨大的羞辱 那偏偏的TikTok他又是一个中国中国企业嘛 那来来自于来自于中国的中资的企业 因此呢 他对TikTok的下下重手就从 从华华为这个做硬体的 从你还记得中间还有个 Zoom Zoom的之后做这种的视视频会议 还有Zoom Zoom也一样啊也让美国说这个有资安货物问题 即使他已经是在美国上市的公司 一样是有 用资安问题来来扣你 然后呢TikTok 总而言之今天 特朗普呢其实反对就大打反中牌 沾得到中的我都让你死 所以我们刚刚讲哈 又来了 你在华为 甚至后来还针对 这个Zoom 那现在是针对这个TikTok 尤其川普在报复他六月的造势大会的被羞辱 以及 他周边的人 以及他开那个F4的这些 这个 就是说科技大头的会 其实我觉得都是针对TikTok 而来的这个准备 让Microsoft 能够去把TikTok给卖下来 他知道 不可能去完全进TikTok 因为你进TikTok美国可以自己发展 这个就是说类似的东西 还是会有同样的这个 然后会有出现 也就是说这个IP 这个自残权 被盗用等等之类 因为进不了一个已经发展已经成熟 甚至变为主流 的这样子的一种做法 APP 以及就整个新的世代 的这些生活的方式 你不可能进 对不对 那因此呢 他怎么样 让Microsoft 去把他完全的买下来 他用国家安全的理由 他用F4的这些科技大头来去做这个指控 然后呢 他还稍微这个表示 就是说这个挣扎一下 因为他基本上要认为说他美国政府出手是有理由的 我觉得就是一个假国安 但是呢 这是一个 强取豪夺 强取豪夺 还不是巧取豪夺 一点都不巧 一点都没什么技巧 也没什么技术 是强硬的 强取豪夺 美国的科技界 美国的媒体界的这个报道 我很辛苦的花了两天去一个一个看 都没有在讲 为什么要对TikTok下手 只是说 有国安威胁 真有国安威胁吗 也没有在讲TikTok 对美国的科技 对美国的原创 对美国的年轻人会有什么影响 都不讲 你去 各位知道 看 纽约时报 华人 都没有在讲 只有BBC 一篇报道 一句话很真实的讲出来 TikTok因为他是中国公司就当然有罪 所以 为什么都不讲 因为这里面所代表的很深层的 科技的主导 下一个世代的主导 中国的崛起 以及中国的原创 不是在说中国在偷窃美国的这个技术吗 上个月 上个月美国的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 美国的司法部长美国的FBI的这个局长 都还不断的发表演讲说 这是一个极权 末日是其实 这是一个极权的社会 这是一个这个偷窃 窃取美国的科技的 就会像发现TikTok 是完全他们原创的 主导了我们的下一代 他们的孙子 他们的小孩都在用这个东西 生活的方式被因此改变 情何以堪呢 那怎么办 什么都不能讨论 就是国家安全 但是这种做法 代表的是什么 你对于整个新创跟原创的这种斩断 跟遏制 对不对 任何 因为 新创跟原创有的时候 其实是要有一些这个支持 投资上的支持 资源上的支持 市场上的支持 你知道TikTok 他完全了 过去 金日投赛跟抖音 在中国大陆 他没有接受 ABT的任何的 协助或者是这个资助 ABT就是指什么 阿里巴巴 这个百度 还有腾讯 在 中国大陆 其实很多 做这个网络 APP的 大概都受到这三个 的协助 或者是资助 当的某的程度 控股 影响 基本都有 参国了 这当然是很正常的商商业的这个环境的模式 但是张一鸣能够走出这条路 做到今天这个程度 他没有救到这个东西 他也就要守住什么 他不是在抗拒 这个 什么 这个大巨额 他不是 他只是要守住他自己的新创的东西 然后呢 他走向国际 当走向国际受到欢迎的时候呢 一巴掌被人家压下来 我觉得将来任何 在亚洲 在大陆 你走新创 你走这些 这个就是说 这个你说看 还没有见到的这些 新的做法跟新的APP的时候呢 你都会有所质疑 背后给予他援助的那些 这个投资者 基金 也都会比较 疑虑 因此 你会掌握不到那个时机 你会掌握不到这个人的这个天分 这个时机点 你会让这个原创可能就因此 没有出来 或 因此 而被腰斩 所以 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完全的违反这整个商业自由 的这种操作 用政治上去揭露 因为他的利益 跟下一个世代的利 这个市场 已经造成 美国这么的恐慌 这个是等于是当然就是当然是反中崛起 我当然从我们从地缘贸易到科技这个大家都习以为常 但我觉得很重要的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竞争 竞争 也就是说当Tita进入到美国市场国际市场的时候 当华为进入到美国市场国际市场 他用各种因素 不允许你跟他竞争 那 呃 你可以说 在大陆 Google也没有进去啊 对不对 但是 各位 如果你了解 WTO 以及国际贸易的话 其实开发中国家 在这个市场开放的过程当中 是可以做一些保护的措施 没错 否则你看像今天的台湾 我们也保护我们的银行 我们也保护我们的电信业者 连 法国 都有保护他们的电影业者 因为认为的那个是法国的这个文化业 而对美国好莱坞的电影 采取一些这个quarter的这个限制 当然我并不是在做对中国大陆做这个解释 我也希望 他们更加在商业上在这个整个经营上越来越的开放 可是你可以理解 作为美国他自己本身这样子 这个已经成熟的已经这样发展 而且标榜这样商业自由的 却是这样一个作为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 跟过去您所讲的美国的标榜的 完全的 违背 而且我加一小一小段 我们讲到自由 美国的自由 其实是建立在 迫害 压迫 非我族类 能力 的情况之下 去确保他们自己的自由 嗯 当在我们我们的家就要换题目 但是我我提醒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说美国的官方从我们刚讲的华为 从 从 从从从抖音 TikTok 或者后面的还有 那基本上面 他 对象的当然是呢跟中国有关的任何的企业 你会觉得说好那完全冲着中国来 现阶段是的反中的是他最核心的诉求 他要挑挑起来非常激烈的反中的激情 所以他不断的在在刺激中国打压着中国 可是在过去来讲 其实他对日本 对对台湾 比如台湾的 威威胜 台湾的 HTTC 都曾经受创于美美国 早期还对日本的 对对对对 对东东 东之半导体 或者呢对法国的在阿尔斯东等等 只要任何的企业呢 他可能在关键的就是说的企业竞争的位置上面的可能会取得压倒性的市场优势 会导致美国的企业无法与之竞争的时候的美国政府就会进场 就会用各种的理由呢去扼杀你发展的机会 这一次呢你看到的特朗普的政府川普政府用的那是无限上纲的国家安全 我们我们念政治或者你关心政治你要知道一个政府当他把国家安全是个字扛出来说他基本上面的就是不给你理由 他就告诉你这是机密 我没有什么好的好不好跟你说的就是国家安全 我就是要这样子做 第二个就是说当TikTok这件事情呢被被特朗普政府川普点名了之后 我再关注的是说 今天在一个全球的商业秩序里面 现在已经有WTO了 而世界各国 对于呢像是像是TikTok这种的没有违反任何的商业法规 没有任何的商业竞争的受害者的指控 而他竟然会成为美国政府下重手要掐死的企业 这件事情我不知道 因为呢全世界 每一季 都有呢全球的这种的投资风险的平等 我在美国的投资有这么大的风风险 我我三个月之前我都要好好的 三个月之后美国美国政府就要我死 那这样子的一个商业投资的风险的怎么样去去评估呢 不知道 最后我要提醒就是我们在看待呢TikTok这件事情的时候 不要有一种呢 太浪漫的稀里乎的角色没有关系 美国只是市场的一小块而已 我们每次却美国美国市场 TikTok的还有还有中国 还有欧欧洲对了 TikTok在欧洲影响力也很大 在印度在东南海影响力都很大 在日本都很流行 对但是你要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就是 英语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 在一个影音平台上面语言至关最重要 好莱坞的电影为什么风险全世界 因为他用英语 今天呢如果失去了美国的这个英语的最主要的是市场 他影响的不是只有美国 影响到的是你在英语世界当中的影响力 所以今天 失去美国市场不是只有美国这个这个市场而已 而是英语世界的就是说的语言的主导力力量 所以美国在语言的问题在影音上面去下重手 对TikTok或者对于文化的扩散来讲 伤害是很大的 对TikTok